仔细听 女主说她晚上睡觉的时候 经常听到有奇怪的声音出现 好像是从天花板上传出来的 为了弄清楚真相 女主请来了专业人员 瑞拉和她的父亲是经验丰富的捕捉师 她首先把梯子放到了卫生间 通常检修口都在这个位置的房顶上 然后她走到了客厅进行观察 指着吊灯的位置说道 如果是只动物的话 应该不会在这个位置 这里是吊顶最高的地方 往往最低的角落是他们认为安全的区域 瑞拉怀疑她就藏在这个位置 然而这只是经验之谈 由于吊顶上面的结构复杂 瑞拉也不敢轻易下定论 必须有十足的把握才能往天花板上开口 毕竟这是房主刚刚装修好的新房 瑞拉重新来到了卫生间 准备戴上口罩上去一探究竟 顺着梯子爬上去之后发现 检修口居然被封住了 使劲锤了几下依然没有打开 于是只能拿壁纸刀将边缘划开 这才顺利地钻了进去 但眼前这一幕直接把瑞拉惊呆了 吊顶上面密密麻麻的全都是凉 想要爬过去根本不可能 更无法确定动物所在的位置 于是只能停经验寻找 瑞拉的父亲和她的观点一致 都认为小动物就藏在这个地方 她使劲朝着天花板敲了几下 隐隐约约能听到有动物在叫 这才放心了下来 拿出小刀直接扎了上去 首先要打开一个突破口 然后再往两边扩就容易堵了 不疑会功夫大叔就画出了一个正方形 在打开的一瞬间 一堆零散的泡沫掉了下来 这些又是什么东西呢 给房子做的保温层也不是这样的呀 大叔直接伸出一只手往里面掏 居然从里面拿出来一只小浣熊出来 他萌萌的特别可爱 眼睛都还没有睁开 瑞拉顺手把他接过来后 大叔继续往里面寻找 可他在里面又探索了一回 居然什么都没摸到 大叔显然有些怀疑 下来从工具箱里拿了一个反光镜 准备再仔细观察一下 因为他心里很清楚 小浣熊一胎会生四到五只幼崽 这才刚刚拿下来一只 怎么就没有了呢 他仔细地观察了一会 依然没有找到 于是接过小浣熊观察了一下说道 或许他妈妈就生了这一个毒苗 你看他吃得胖了 妈妈带回来的好吃的全都让他吃了 为了确保里面没有小浣熊 大叔又拿着摄像机上去绕了一圈 依然没有发现 当看到眼前这个红色洞穴石才反应过来 刚刚那些泡沫原来是小浣熊挖的 瑞拉抱着小家伙在外面寻找了一圈 在房子的一侧找到了一个缺口 小浣熊妈妈就是从这里爬进去的 于是瑞拉拿来了一个玻璃箱 将小浣熊宝宝丢了进去 然后把它放到小浣熊妈妈 往返的避境之路上 很快到了第二天 当瑞拉再次来到这里的时候 小浣熊已经不见了 后来调取了监控录像 小浣熊妈妈深夜来到了这里 看到自己的孩子被放到了一个箱子里面 于是将头身进去把孩子救了出来 晃晃悠悠地走掉了 其实她在房顶上面生娃也是被生活所破 想给自己的孩子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 但确实影响到了房主的生活 真心希望她能找到一个比这里更安全的家呀